就跟我們台中那邊有一個傳說也是一樣 那個什麼 鐵沾山 對不對 這個是鄭成功 還有這個鄭成功在哪裡 在台北有一個叫做劍潭 因為是阿兵哥沒有水喝 他劍一插下去 水就冒出來 右手邊就是礁溪啦 我們明天住礁溪老爺酒店好不好 好 經理 爺爺 爺爺明天帶你去礁溪老爺好嗎 泡溫泉 好不好 就只有帶你而已 你們兩個去住 好 這邊呢 這個礁溪 你看這邊礁溪 蓋了飯店 蓋了很多 這個現在也是稻田 這個 幸好沒有收割 假如沒有收割的話就賺到了 有了收割的話 也被騙了 說那個稻米 烘不熟 然後現在也是荷花 蓮花 這個走廣 所以在開的時候 右手邊有沒有看到山賞 山賞 我們有沒有去過 山賞的話呢 那邊我們 好像有一次吧 去走那個臨美石盤步道 有沒有 臨美石盤步道 就是在佛光山大學 那個半山藥那個地方 小朋友要是不乖的話 可以送去那邊 就去那邊 對 那邊還有一個淡江大學的礁溪 礁溪 礁溪分校 在那邊 這邊呢 最高的那一棟 就是呢 這個長龍鳳凰 長龍鳳凰酒店 對 他那個羅湯區啊 在最頂樓 因為這樣子 這個以前啊 不會害怕 可是現在會害怕 因為現在都有空拍器 看到有誰在那邊 六鳥 大概就是 在那個最頂樓 羅湯區 對 礁溪老爺的話 在五峰崎 這邊有一個 這個五峰崎瀑 在這個地方 這邊呢 這個是 宜蘭 這個宜蘭 這邊呢 這個 溫泉 這個是礁溪 江西溫泉 然後這個宜蘭呢 這邊還有 舒泡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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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 宜蘭呢 這個 蓋的這個房子啊 很漂亮 對不對 因為宜蘭呢 這邊整個憲政規劃 就是請我們這個 新加坡都市發展區的 這個劉泰格先生 來設計的 所以他這個每一個 宜蘭呢 是我們這個 台灣呢 第一個實施這個 龍吉利 跟健平利的 這個縣市 這個是當初呢 這個 有一個 台灣的 包青天 對 這個 對 對 這個 安南先生 對 在 這個地方 那這個 當初呢 好